我们来读《三母耳记》一下 今天我们从第16章的第15节开始 我们上一次看到 大卫他们听说,压撒龙要来了 所以,他就带着大家逃出耶路撒冷 然后往约旦河边逃过去 一路就瓶沫沫的到一个地方 在那边暂时休息一下 应该在约旦河边 这时候,压撒龙和以色列众人就来到耶路撒冷 亚西托弗也与他同来 他们从西伯仁就上了耶路撒冷 接着,大卫的朋友亚提元护塞去见压撒龙 对他说:"愿亡万岁,愿亡万岁!" 压撒龙就问护塞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 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 很意外,护塞居然跑过来投笑他 有什么好的事情 护塞对亚撒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名,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 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 我怎样服侍你不惊,也必照样服侍你。 护塞是大卫的一个参谋,一个顾问,一个谋士 他的这番回答,让亚撒龙觉得非常合理 所以,对他也没有存太大的戒心了 接着他就对亚希多佛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 亚希多佛就对亚撒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悲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 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证悟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 所以,他就出了这个主意,让那些以色列人得是破釜成舟 现在只有勇敢的往前去 因为这父子两个人,不可能再复合了。 所以,这就应验了当时先知的预言 亚撒龙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 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悲嫔亲近。 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悲嫔,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他父亲的王位 他这种做法,跟他父亲就是完全的决裂了 为什么在宫殿的平顶上,其实这也是蛮奇妙的 因为当初大卫跟巴士巴,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暗中犯罪 大卫那时候在平顶上看到,巴士巴在宫殿 后来就把巴士巴接过来了 他可能就在这个平顶上面 因为平顶上面等于是,他有一个好像客房一样 在那个地方,他也可以在那里过夜休息的 所以他可能就跟巴士巴就在那个平顶上面的客房里面 暗中犯罪 结果现在,神就公开报应他 使他的悲嫔在这个平顶上面,公开的被玷污 就是应验了先知拿丹的预言 先知那时候预言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悲嫔赐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所以这件事情,完全的应验拿丹的预言 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 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 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萨龙所出的主意 都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亚西多佛的一些策略 你会发现,他真的是跟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相 他可以预先判断 这件事情这样做会什么发展 那样做会什么样的发展 完全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 亚西多佛又对亚萨龙说 就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 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 趁他疲乏手软 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 跟随他的名必都逃跑 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名都归顺你 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名就如已经归顺你 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 亚西多佛是大卫的密友、好友 他出了这个计谋,却对大卫非常的狠毒 他就是单单去杀大卫一个 他跟大卫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 亚萨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 亚萨龙说要召亚基人护塞来 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谋士 亚萨龙到了亚萨龙面前 亚萨龙向他说,亚基多佛是如此如此说的 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 若不可你就说吧 亚萨对亚萨龙说 亚基多佛这是所定的谋不散 亚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有事 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骰子的母熊一般 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 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 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萨龙的民被杀了 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 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 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 所以,乌塞就先激起亚萨龙的恐惧 再给他出一个比较四平八稳的一个计谋 以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 从但直到别事发,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 他看到那个场面,如海边的沙那样多 所以,人家用人海战术 然后,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 这就满足了亚萨龙的好大喜功的心 所以,这个就非常满足亚萨龙的虚荣心 然后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 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班 连他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 他们若进了哪一座城 以色列众人必带神子去,将那城拿到河里 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 所以他这次就画出一幅图画 让亚萨龙越想就觉得,真的是 这画面实在是太美了 然后太雄伟了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idea比亚希多佛的好 亚希多佛是他率领一万两千人去 到时候功劳是亚希多佛的 现在这功劳就是亚萨龙自己了 所以亚萨龙和以色列众人说 亚基尔护塞的计谋 比亚希多佛的计谋更好 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希多佛的良谋 为要降祸于亚萨龙 所以众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 乌塞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 他最初就说回去 他就把这个告诉他们 然后亚希多佛为亚萨龙和以色列的长老 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 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 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 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物要渡河 免得亡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 所以这时候就要他们赶快走 要抢先,脱离险境 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亚萨龙又改变心意了 那时候约拿丹和亚希马斯,就是那两个祭司的儿子 他们在尹罗杰那里等候 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了 结果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 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 尹罗杰是在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口井 这个是他一口井 女子们经常到这边来打水 所以,这个消息可以传给祭司的这两个儿子 而不会引起注意 结果,却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 就跑去告诉亚萨龙 然后,他们就急忙跑到巴护林某人的家里 巴护林是在耶路撒冷东北边 那时候神经,四美在这边,就是弱骂大卫 他是巴护林人 他说,他跑到一个巴护林某人的家里 那人院中有一口井 然后,他们就下到井里头去 这个井应该是一个干的蓄水坑 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 又在上头铺上碎麦,是就没有泄漏 亚萨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 亚西马斯和约纳丹在哪里? 然后妇人说,他们过了河 这个河不是约旦河 因为这是在巴护林的附近而已 所以,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条小溪 这个河是原文的溪,不是约旦河的那个河 然后,妇人找他们,找不找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你读到这个地方,也许会有一个问号 这个妇人,这样不是说谎吗? 圣经不是叫我们不要说谎 这妇人该不该说谎? 为了救人 对了,所以我们在想到说 其实,圣经里面,神有各样的诫命 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原则 比另外一个原则更高的时候 你需要遵守那更高的原则 这个时候,他们是为了要救这两个人的性命 所以,这个时候就被迫要骗那个仆人 所以,这个时候是OK的 当然,我们不是因此来鼓励大家 我这个有些时刻,我就可以说一些白话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 圣经十戒里面也说,你不能杀人 但是,神有时候也说他们上战场去杀败敌人 为了保护国家 所以,有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会 还是什么 他们就说不去当兵 也不输血 不当兵,就因为他们说他们不要杀人 不要违反十戒 但实际上你看到圣经里面 神有时候就叫他们说,你们要把亚玛利人全部都除灭 一个都不能胜 这个命令跟那个命令,不是彼此互相矛盾吗? 所以,我们又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拘泥于 这个不能讲 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在两约之间 旧约跟新约之间 有一段时候 有四百多年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叫马克比斯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外邦的君王逼迫他们 希腊的小脚 那个是叙利亚的王 那时候逼迫他们 结果那时候他们 那时候,那些以色列人 为了信仰的缘故,就起来反抗 因为他逼他们要放弃犹太信仰 要吃猪肉等等 后来他们就起来反抗 反抗,因为他们那时候 就是非常执着于要遵守律法 所以一到安息日,他们就不反抗 后来,敌人就知道了 这些人他们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 安息日,他们不会反抗的 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 结果他们就趁安息日发动攻击 就让他们死伤惨重 结果后来他们觉得这样不行 所以后来他们就修改了 就是说他们的原则 就是说,安息日如果受到攻击的话 他们可以起来自卫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尊重 我们要遵守神的话 但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明白说 只会碰到一些环境当中 有一些原则是比另外一些原则要更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为了要拯救他们的性命 要维护大卫的国度 所以这时候,迫不得也需要去骗那个仆人 所以这个是ok的 就像那个禁于喇合也是一样 他那个说谎不是说谎 但是后来他被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 不过我还是再强调一次 这不是要鼓励我们说 那我就看情况了 有的时候说白谎也行 我们不是要找这个借口,就说谎 但是我们尽量 有的人他碰到一些状况好像很为难 但是他还是说,我还是要说实话 就是说实话只有神远 也保守他,因为他的信心 所以他虽然说实话,结果也没有败事 那是有些状况 后来,仆人走了之后 这两个人就从井里上来 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气害你 你们勿要起来,快快过河 所以他们就赶到那个河边去 约旦河边告诉他们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 过了约旦河 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 约旦河在这 所以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往北边过去 然后,后来大卫是,他们就最后到了马哈涅 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 就背上驴,归回本城 到了家留下一眼,便吊死了 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我觉得亚西多福很像这个三国时候的诸葛亮 从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 他真的是,才从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就知道说,他马上知道 完了,这下子大势已去 他肯定到一个地步,他上吊自杀 他不会还留着说 到时候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万一这不过是90%的可能失败 还有10%的机会 他没有,他非常的确定 所以他根本就不要留下来 看看还有什么机会 他就上吊自杀 我想说,这种叫做神机妙算 跟诸葛亮差不多 所以他就上吊自杀了 那是圣经里面,维尔两个上吊的 另外一个是犹大 他回到基罗了 所以亚西多福是预表迈祖的犹大 这两个人都是上吊自杀的 然后大卫就到了马哈念 然后亚撒罗跟随他的以色列人 也都过了约旦河 所以他就召聚了南北,召聚了所有的以色列人 浩浩荡荡的过了约旦河 要来攻打大卫 然后,亚撒罗就立了亚马撒做元帅 代替约压 亚马撒是谁? 他是以色玛利人,彼特拉的儿子 以色玛利人又做以色列人 我是觉得说,如果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还要多持一局? 说是以色列人,这有点奇怪 所以,可能是以色玛利人 我觉得比较合理 以特拉成与拿霞的女儿亚比盖亲近 这亚比盖与约压的母亲,席路亚是姐妹 席路亚又是谁?席路亚是大卫的姐姐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就是拿霞跟他的妻子,生了谁? 生了亚比盖跟席路亚 然后,后来拿霞的妻子,后来又改嫁给耶稀 生了谁? 生了前面七个儿子,还有老妖,第八个,大卫 所以,大卫跟席路亚,还有亚比盖 是同母异父的姐弟 他就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耶稀会娶一个拿霞的妻子做妻子呢? 这很有可能,我想 第一个,拿霞的妻子应该不是被拿霞修了 很可能是拿霞过世了 所以,拿霞的妻子是寡妇 耶稀娶了这个寡妇做妻子 然后,后来生了这么许多的儿子 为什么耶稀又跑去娶一个寡妇呢? 我觉得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是,耶稀是拿霞的弟弟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地婿凶霜 就是拿霞跟他妻子生了两个女儿 但没生出儿子来 所以,这个哥哥 他的产业就没有人可以继承 照理说,应该是有儿子继承的 他开始生出女儿 当然了,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case 就是说,如果都是女儿的话 女儿可以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继承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后来耶稀就选择娶他手寡的嫂嫂 把他娶过来之后 后来就帮哥哥也生出儿子来 所以,这个儿子就可以来继承哥哥的产业 他自己当然也生了 就是说,他自己名下也有好几个儿子 大卫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 大卫跟席路亚,还有亚比赛是同母义父的姐弟 席路亚生了三个儿子 约亚、亚比赛跟亚撒黑 亚比赛跟以什玛利人、以特拉亲近 有的就翻译说,他们两个去结婚了 生了谁?生了亚马撒 所以,亚马撒取代约亚做元帅 所以,亚马撒跟约亚之间的关系 就是表兄弟的关系 大卫是他们的舅舅 然后,亚撒罗和以色列人 都安营在基列地,基列地的这个地方 然后,大卫到了马哈念 就有三个人过来 带着许多的物产,来帮助他们 其中一个是拉巴人,拿侠的儿子塑比 拉巴是亚门的首都 所以,这是一个亚门人 还有一个罗底巴人,马吉 罗底巴人马吉,之前有出现过 就是他曾经收留了扫罗的孙子 约纳丹的儿子米贝泼舍 所以,米贝泼舍曾经在罗底巴马吉的家里面 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估计大概待了15年左右 还有一个是激烈的罗基灵人,巴西来 这是一个老先生 所以,他们带着 被乳、盆、碗、瓦器、大麦、小麦、麦面等等 好多 他们说:"因为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伐了。 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 他最落魄、潦倒的时候,也需要资源来帮助他的时候 这三个人,他们就来帮助大卫 给大卫很大的一个力量、支持的力量 让他可以重新站起来 诗篇41篇,大卫的诗 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耳华彼达救他。 这一篇是大卫在逃避压狼的时候所写的 因为我们后面看到,他会提到亚希多福 这里他提到:"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是在指什么事情呢?" 这个贫穷,在NIV是翻成weak,就是软弱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是翻成helpless,无助的 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涨到逃难的大卫 那些眷顾这些软弱的、无助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遭难的时候,耶耳华彼达救他 所以大卫在这边讲到,就讲到那三位朋友 他们是眷顾大卫 他们有福了 耶耳华彼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 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睡其所愿 他病重在他,耶耳华彼扶持他 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 给大卫为这几个朋友祝福 我曾说,耶耳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 他几时使他的名才灭亡呢? 他们来看我就说假话 他心存兼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 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 他们涉及要害我 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 他已躺握,必不能再起来 大卫在这讲什么事情?大卫在讲他生病 他有一段时间,他生病了 所以他求神来医治他 而且这个是什么时候生病? 就是在他,亚撒罗在叛变的时候,他生病了 所以他这时候在亚撒罗叛变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 这个时候,他那个病还没好 所以,因为他们看着大卫生病了 就说,这个病好不起来了 所以,亚撒罗认为说 这是他起来,叛变最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他就看出大卫已经日子不多了 这个时候,他最软弱的时候 趁这个机会起来,抹反,这是胜算最高的时候 他也不指望说,大卫一过世,会把王位传给他 因为看大卫那个样子,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他还跟亚撒罗疏远 所以,亚撒罗认为说 他这时候不起来的话,以后没机会 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提我。 这是讲到亚希多福 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在逃避压撒罗的时候所写的 耶和卫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 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 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 你因我存证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耶和卫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更古直到永远 阿门!阿门! 大卫就是苏典,跟随他的人 离千部长百部长率领他们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 一队在约牙手下 一队在亚比塞手下 一队在以太的手下 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 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 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 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 大卫这时候是蛮柔软的 所以,他们这样说,王也都顺服他们,听他们的话 于是王就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哀赐出去了 大卫他也知道,这些灾难,其实他自己引起了 所以,他也把这个事情当作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责拔跟管教 所以,他这时候的心是非常柔软的 王主妇约亚、亚比塞、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戴那少年人亚撒龙。 王为亚撒龙主妇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 所以,他们不要伤害亚撒龙。 兵就是去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连树林里交战。 以法连树林,应该是在讲的是约旦河东 虽然以法连是在约旦河西 但这个树林,看上下文,你可以知道 应该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 有人说,可能是有一些以法连人到这边来定居 所以,有个地方叫以法连的树林 然后,以色列人就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两万人 这相当多的人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 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那时候,亚撒龙浩浩浩浩带着许多的人来,攻打大卫 他们想到说,我们人多一定会得胜 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是一片树林 结果他们人虽然多,却没有因此占上风 因为他的人数最多,都是乌合之众 在陌生的树林当中,完全死不上历来 反而被地形所分散 他没办法整群往前进攻 然后,以压倒性的多数打败敌人 因为那个树那么多,你根本就被分散 所以,有人往这边跑,有人往那边跑 结果被大卫这些圣经百战的长辈军 就各个击破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形当中 完全死不上你,吃了个大亏 然后,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象树密尸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 就悬挂起来,说,骑了骡子便离他去了 所以,他一直骑骡子了 上位说,亚撒龙的头发非常茂名 所以,他虽然是漂亮的头发 现在反而成为他的致命伤 有个人看见了,就告诉约亚说 我看见亚撒龙挂在像树上了 约亚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 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 你若打死他,我就伤你 十色克勒银子,一条袋子 十色克勒是115公克左右 差不多相当于是佣兵一年的薪水 这话怎么说呢? 世事记里面有一个立位人 跑去一个人家里面,叫米家 到他家里面去当祭司 那时候他的工钱,就是一年十个色克勒 加上一套衣服,还有供他吃、供他住 所以这边十个色克勒 应该差不多也是一个佣兵一年的薪水 加上一条袋子 那时候他们的腰带,都是比较贵重 所以给他一条袋子,还有一年的薪水 当他的奖金 那人对约亚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色克勒银子 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 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 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压撒龙 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 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了王 约亚说,我不能与你流连 我不能跟你说废话,不浪费时间 约亚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撒龙在巷柱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 约亚很认识亚撒龙 认为这个人是,这个留下来后患无穷 因为他知道亚撒龙,他野心很大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他吃过他的亏,他田被他烧过 所以他为了要做什么事情,他给不择手段 虽然大卫,祖父他们说不可以伤害他 他知道大卫的弱点,约亚 大卫有的时候是太过软弱,不够果断 所以他就说,这不行,这大患一定要除掉 所以他就把他给杀了 给约亚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撒龙,将他杀死 约亚吹脚拦住众人,他们就回来 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他们将亚撒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 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 这个就是一种很羞辱的埋葬的方式 没有把它放在祖先的坟墓里面 这是一种很羞辱的葬法 好像把垃圾一样,堆在那个地方 然后,以色列的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在亡谷立了一根石柱 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 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撒龙柱 直到今日 亡谷是什么地方? 亡谷可能是讲这个沙维谷 在创世纪14章17节里面讲到麦基喜德 他那时候在沙维谷 沙维谷就是王谷 那时候他们讲 圣经有这么说 王谷就是沙维谷,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角 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角,立了一根石柱 他说他们有儿子 可是在之前,圣经有说 亚撒龙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那个女儿非常的美貌,叫马家 但是说有三个儿子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没有儿子呢? 可能这三个儿子很早就过世了 其实亚撒龙这时候,他年纪也不大 他这年纪,我想他大概29岁 所以他日后要再生个儿子,应该是OK的 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儿子 那三个儿子,可见都是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所以他就给自己立个杯,立个柱子来留名 我们看到大卫的年仆 大概是他可能差不多33岁左右,生了亚撒龙 现在亚撒龙叛变,大卫可能已经62岁了 所以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亚撒龙这时候 差不多是29岁左右 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亚撒龙这个人的一生 你看到他身上有一些什么特质 他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解 第一个,亚撒龙他拥有极大的优势 他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暗嫩之后下面还有一个基利亚 但是后来没有提到那个人 所以这个是亚比该所生的 他可能这个儿子很低调,或者说比较早去世 所以暗嫩下来,如果暗嫩不接着做王的话 很可能就是亚撒龙 亚撒龙又是基数王的外孙 所以,等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是 一个是王,一个是公主 所以他是大卫众子当中 唯一在圣经里面记载 他拥有双重皇室血统的人 他的那些兄弟的母亲,都是平民老百姓 只有他的母亲是公主 所以,阳撒龙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优越感 很深的优越感 他真的是,两边都是皇族 他自己又聪明能干 他胆大心细 胆子很大,心又很细 他做事情非常的,他冷静成熟 他可以把心里头的怨恨,他给埋藏起来 让人家没有察觉 他又俊美非凡 圣经里面说,他在以色列人当中 比别人都更加俊美 他又富有群众的魅力 他会知道群众的心 他会笼络人心 所以大家都支持他 他的领导力也很强 你也看到他的徒人 实行他的命令,都非常的有效率 叫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 叫他们放火,他们就放火 他这个领导力也很强 所以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王子 所以在大卫的这些众子当中 他可能是最结束的一个 但是,他觉得他骄傲致富 他非常骄傲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从小 他也看不起那些兄弟们 那些兄弟们的出生不像他这么优越 他那浩大喜功 他也心狠手辣 他不敬畏神,他可以直接来攻击耶和华的受告者 他不怕,他的臣腐非常的深 心里头对一个人怨恨,他可以隐藏起来 但是,他不会饶恕,他不会原谅 他不能原谅得罪他的人,他心胸狭隘 这是杨沙龙 所以他不能原谅暗嫩,玷污又抛弃他的妹妹Tama 他隐藏他的怨恨,心里面就酝酿了苦毒 所以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心里头 一直隐藏怨恨的时候 就会有苦毒出来 所以有些人得癌症 他们说,这其实跟里面有些东西 你没有让他发泄出来有关系 一个人如果把一些怨恨,或者是忧伤,什么东西 就隐藏在里面 不会流露出来的话,很容易会得哀症 所以他这个是,把怨恨藏在心里面的话 他得了一个属灵的哀症 他痛恨大卫偏袒暗嫩 对暗嫩的恶行就毫无作为 所以他自己起来动手,除掉暗嫩 他看住大卫,没有意思要替他做王储 竟然与他疏远,所以就开始谋反 他那时候想说,暗嫩死了 接下来照理说,就应该轮到他 他要接续王位才对的 因为吉利亚不在 暗嫩这个人的道德又这么糟糕 所以暗嫩现在被他除掉了 照理说他是替天行道 现在照理说,应该大卫要立他做王储 结果没想到,大卫一直在疏远他 所以,亚少们就想说 下去好像没什么希望 我如果等着大卫老爸过世 看看有没有机会的话 那时候是没什么机会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起来造反 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以至于丧命 这是说明什么? 这是说明他的优势,让他骄傲 反而成为他的网罗,使他一败涂地 圣经里面说,骄傲在败坏已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所以,我们做人要谦卑低调,隐藏在主里面 就得享平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亚少龙虽然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如果隐藏一点 他如果低调一些,谦卑一些 他还可以大享平安的 所以,大卫也会立他做王 有可能 如果说,暗内有什么不对的话 他也可以把这事情交托给神 他自己不应该出手来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甚至于他出手来抵挡神的受高者 来攻击大卫,这就更加糟糕 所以,亚少龙又是一个很爱出头的一个人 他又会自己立跟住址 然后,凡事就是想要,他就是要做王 这个对他来说,本来带来灾难 他一生是走在什么?分别三个住的路上 他计较对跟错 他想说,明明暗认是错的 大卫你这样处理,明明是错的 所以,他就在那边谁对谁错上面 在那边一直出不来 所以,你们既然都是错的 那我去把你们除掉,那我就是对的 他不肯原谅,他全凭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 你看到他是一个极异很强的一个人 他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拼搏 他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 来做这些事情,解决这些事情 同时,他是高举自己,荣耀自己 他过的是一个无神的原生 所以,这是亚撒罗 亚撒罗可以是非常的有才华 但是,他完全是走在一条分别三个树的路上 不是走在生命树的路上 你在他身上的这些,在他所作所为里面 你看不到一点点生命的表现 所以,不要羡慕亚撒罗 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解 让我们知道说,你走在一条分别三个树的路上,结局是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要走在生命树的路上 就是要低调,选择饶恕,敬畏神 撒都的儿子亚撒罗斯说 荣耀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 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以王之 亚撒罗斯是祭司的儿子 就是那时候去报信的两个人当中一个 所以,现在打圣了,他就非常的兴奋 他想要把这个最好的消息告诉王 让王也一起高兴 他很想看,王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 但是约亚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 改日可以去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 所以你不可去报信 约亚知道说,大卫听到亚撒罗死了 他绝对不会开心 所以,如果你报信的话 搞不好,他会被骂一顿 约亚就对古诗人 古诗人就是古诗人,就是一个非洲的黑人 你去将你所看到的告诉王 古诗人在约亚面前下拜,就跑去了 他很高兴,他报了这个好消息 撒都的儿子亚撒罗斯不放弃 他又对约亚说,无论怎样 求你容我,随着古诗人跑去 约亚说,我儿,你报这信息记不得赏赐 何必要跑去呢? 约亚这时候跟大卫年纪也差不多了 他说60多岁了 然后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 约亚就说,你跑去吧 亚细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 跑过古诗人去了 你看这个图,这个是漫画 远方那个是一个古诗人 前面这个是亚细马斯 亚细马斯这个人,飞毛腿跑得很快 而且他姿势也比较特别 我看这个,我之所以选这个漫画 他把那个姿势也划出来 他这个跑的姿势也是比较特别 他从平原跑去,结果后来居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平原可能是什么? 路程虽然比较远,但是比较平坦 所以亚细马斯在那个地方,就跑得特别快 就超过了古诗人 大卫真坐在城的望里 城门口,底下有一个小房间 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 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 那人跑得渐渐近了 为什么独自来,就是报口信了? 因为跑回来,就两种可能 一个是报信,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打败了,打败了的话 人就逃回来 但是打败逃回来的话,不会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 战败的人都是多人一起逃回来 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就不是打败了 那是跑来报信的 守望的人,又见一个人跑来 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 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 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 第一个人的跑法 好像萨都的儿子,亚细马斯的跑法一样 所以他的跑法比较特别 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 亚细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 就在王面前,连福于地叩拜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老 这个消息,大卫更关心的是 少年人,亚细龙,平安不平安? 亚细马斯不敢回答 他说,约亚打发王的仆人 那时仆人听见众名大声喧哗 却不知道是什么事 其实他知道了 因为约亚有告诉他 今天是王的儿子死了,你不要去报告 所以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不敢讲 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 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胡适人也来道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 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 王问古斯人说,少年人,亚细龙,平安不平安? 古斯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 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这很明显是怎么样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 一面走一面说,我儿压杀龙,我儿压杀龙 我恨不得替你死,压杀龙,我儿 他为什么这么伤心? 其实他心里都非常认为说 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样,是因为它造成的 他深知道这场灾祸,是自己犯罪所招来的咒诅 所以因此自责 所以他知道,压杀龙其实是被他害死了 所以他巴不得替他死 问题是,众人就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受到打击 有人告诉约亚说,王为压杀龙哭泣悲哀 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了悲哀 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震逃跑,惭愧的名一般 所以王的一举一动,都牵动这些老百姓的心 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 我儿压杀龙,压杀龙,我儿,我儿 这个大卫还沉浸在自己的哀伤当中 他完全不知道说,旁边那些人的心情怎么样 约亚就进去见王,只有他有这个胆子了 他说,你今日死,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 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妻的性命 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 你今日明明了,不以降帅仆人为念 我今日看明,若压杀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 压杀龙,约亚讲的话,非常的尖锐 但是,真的是一针见血了 现在你当初去,安慰你仆人的心 我指的耶和华启示 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 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 这些人为你卖命,结果到最后你这个反应 谁还会忠心于你? 因为最忠心的人跑掉之后 你还能怎么样,就更惨了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 大卫兹的脑筋突然醒过来 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 这时候,王就靠赏他们,鼓励他们 谢谢他们的忠心,然后夸奖他们 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就各回各家去了 这时候,以色列众支派 他们的人就纷纷议论说 王臣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又救我们脱离菲利斯人的手 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 我们高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 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 所以以色列这11个支派 他们就决定要把大卫接回来 犹大支派没说话 大卫王就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 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 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 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 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 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 也要对亚马撒说 你不是我的骨肉吗? 我若不立你,替约亚常做元帅 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 大卫的这些决定是怎么一回事? 他怎么会要立亚马撒呢? 然后为什么他找犹大长老说这些话呢? 你在这边看到 大卫他就展现他恢弘的气度 他不计前嫌 他像这个曾经背叛他的犹大人 表达善意,挽回宁心,使国家重归暗定 大卫他可以这样子放下身段,这样的柔软 来跟那些曾经要夺他命的这些人 说这样的好话 他为什么? 他是为了国家的最高的利益 让这国家要重新安定 不要在宪贞内战的当中 他这一点跟亚撒龙恰好成为一个对比 为什么? 亚撒龙这个人是有仇必报的 所以他不可能去接纳那些之前背叛他的人 但是大卫,他可以接纳那些过去背叛他的人 他重用叛军的元帅亚马撒 也是在安抚叛军的心 避免发生进一步的动乱 约亚为什么要被撤换? 是因为他公然违背大卫的命令 杀死了亚撒龙 如果大卫不处置约亚的话 会使这个将士,从此就轻看王的命令 王的威信就全失 大家都听到了,不要去伤害这个亚撒龙 杀了亚撒龙,如果还没事的话 大卫以后他说的话,有谁听 所以他一定要处置这个约亚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 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 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 犹大人本来是最心虚的 因为他们是最拥戴亚撒龙的 亚撒龙也是 亚撒龙、大卫都是犹大人 所以他们本来是心虚的想 大卫可能会对他们不利 但是既然大卫这样子向他们表达善意 所以他们就都来回心转意,来支持大卫 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 结果犹大人就首先过来迎接,来到吉甲 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 八户林的便衙闽人,吉拉的儿子士梅 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 这士梅就是那时候在辱骂大卫的石头看 那时候血口喷人 这时候赶快跑去迎接大卫王 因为看到情势不对 所以赶快去示好 跟从士梅的有一千个便衙闽人 所以他其实背后有个失利的 另外还有扫罗家的仆人喜巴和他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他们都攀过约旦河来迎接王 有百度传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 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吉拉的儿子士梅就俯复在王的面前 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神的时候 仆人行了悖逆的事 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 不要记念,也不要放在心上 仆人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 然后,习路亚儿子亚比赛说 这个士梅既作骂伊和华的受告者,不应当制使他吗? 大卫说,习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官色? 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 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制使人呢? 我岂不是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 于是王对士梅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启示 为什么大卫不处置士梅? 这也是为着国家的安定 他赦免士梅没有秋后算账 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不要再行杀戮 这样可以消除辟亚敏人的遗去 因为他是辟亚敏这个字派当中的一股势力 他是等于支持扫罗的 所以说他如果杀了士梅的话 那些辟亚敏人会产生一些遗去 可能会起来叛变 可是后来大卫在临终之前 就吩咐所罗们必须要对付士梅 不懂他白手下阴间,他当时所做的恶理 你要去处理,要伸张公义 是因为那个时候 士梅已经成为所罗们的威胁 必须铲除以绝后患 在大卫有生之年的话,士梅还不是威胁 但是大卫一过世,士梅就可能成为一个大患 所以他叫所罗们一定要对付这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士梅是被判缓刑 就是他后续的表现,来决定是否刑刑 但是后来的表现,大卫认为说很危险 所以叫所罗们一定要对付 所以后来所罗们也用一个很智慧的方法 来铲除了士梅 然后申请说,所罗们的国位因此就坚定了 所以可见,士梅是一个威胁 所罗的孙子米贝泼色,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 没有修脚,没有替福去,也没有洗衣服 所以可见,那时候喜巴说 米贝泼色很高兴 现在以色列人要把国度重新还给他们少罗家 这根本是胡说八道 他是非常的悲伤 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 其实是说,他从耶路撒冷出来迎接王 因为大卫这时候还没有到耶路撒冷 王就问他说 米贝泼色,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 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 那日我想要被女骑上女王同去 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惨悔我 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死者一般 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主全家的人 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 王却使仆人在王的膝上同仁吃饭 我现在向王还能伴你疏约吗? 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 我说,你与喜八均分地图 米贝泼色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的回宫 就任凭喜八都取了也可以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卫王 他从马哈念回来 这时候就处理几件事情 他首先让那些背叛他的人,他现在给他们安抚 然后用亚马撒取代约压 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讲,可以理解 这是基于大局 所以他没有起来处置他们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让喜八跟米贝泼色均分地图? 在这里头,米贝泼色不是很冤枉吗? 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米贝泼色跟喜八 大卫恩代米贝泼色的时候 米贝泼色可能差不多20岁左右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所以不是太小,但是也不会太大 所以他可能是45岁的时候,恩代米贝泼色 等到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大卫已经62岁了 所以这是17年之后 所以等于是,大卫恩代米贝泼色 把他提拔起来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年了 我们来思想一下米贝泼色跟喜八这两个人 第一个,米贝泼色他前五年是生长在皇家 后来他父亲跟祖父都战死了 那时候他就从5岁到20岁,他就寄人篱下 他就住在罗底巴 后来大概20岁左右 到37岁之间,就被大卫抬举 这是米贝泼色 喜八是在扫罗之后的这15年当中 喜八应该是过着一个自由富足的生活 就是说,米贝泼色在寄人篱下那段时间 因为这个扫罗家已经没有了 喜八本来是仆人 他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而且,看样子他还蛮能干的 他过着蛮富足的 怎么样?他大概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 所以可见他当然很会做生意,很会经营 所以他过着非常的富足,而且又自由 不是做任何人的仆人 后来他告诉大卫米贝泼色的下落之后 全家又沦为米贝泼色的仆人 大卫就说,你们全家就做他的仆人 然后为米贝泼色耕田做工,达17年之久 所以你可以想象,喜八本来是过的悠哉悠哉 现在需要为米贝泼色做工 等一下地主变电脑 他心中可能感到会愤愤不平 他觉得他自己有恩于米贝泼色 可能确实没有好结果 他把他介绍给大卫 结果自己买而成为米贝泼色的仆人 这个长达17年 结果后来喜八就用轨迹夺取米贝泼色的家产 这就好像是怎么样? 清算地主,穷人翻身 或者台湾那个时候是庚泽油漆田,电农成地主 所以他的身份就改变了 他把米贝泼色的产业夺过来了 从他的立场来看,他是为自己伸张正义 取得他辛苦17年的成果 而且这17年来,你看 他的儿子,仆人都没有增加 还是15个儿子,20个仆人 他从扫罗家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有钱 但是在那段时间,他自由那段时间 他就财产增加很多 但是这17年当中,他帮米贝泼色做牛做马 所以他儿子仆人都没有增加 财产没有增加 所以他现在把米贝泼色的产业夺过来 他觉得说,这是他配得的 米贝泼色遭到洗拔无限之后 使大卫误会,米贝泼色忘恩负义 所以大卫遭难期间,他除了大卫本人,他经历忧患之外 大卫是最痛苦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剑把子 我相信第二个痛苦的是谁 可能是米贝泼色 为什么? 因为米贝泼色,他因为被他的恩人所误解 他心里头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非常痛苦,最最不安 所以他不失饮食,辗转难眠 所以他那段时间,你看他也没有修胡子 也没有什么衣服也不洗,等等 这不是说做一个样子 他真的是非常难过 而且他最难过的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对你有恩 但他现在误会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话 你心里头会非常难过 你非常介意他对你的观感 结果他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去解释 因为他在约路撒冷 大卫远在马哈念 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米贝泼色睡觉都睡不好了 现在大卫终于回来了 大卫听了米贝泼色的分数之后 他可能意识到,他大概误会了米贝泼色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把米贝泼色的产业 全部还给他呢? 可能基于以下的原因 以至于他判决说 米贝泼色跟喜巴的评分地图 第一个 喜巴毕竟是在大卫最危急的时候 给他雪中送炭 所以这份恩情大卫不能不纪念 对不对? 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喜巴等于是把一杯凉水给大卫 大卫因此就感念于心 点滴在心头 所以他不能不得赏赐 大卫是预表基督 你说坐在一个小主身上,就坐在主身上 何况你是直接坐在大卫的身上 所以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你不可以把给他那个产业,再给他夺回来 所以他就给他一半 那大卫把米非泼色的一半的土地赐给喜巴呢? 其实也没有亏待米非泼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财产本来就不属于米非泼色 是他白白得来的 对不对? 大卫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米非泼色不应该觉得,好委屈、难过 觉得财产减半,对他不公平 米非泼色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 就表示米非泼色,他脑筋不清楚 但是米非泼色,他很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认识什么? 一切都是他白白领受的 他没有因为长久持有这些产业而得意忘心 或者因为失去而失望、抱怨、心怀苦度 他反而很谦卑的接受大卫的安排 他以大卫的平安无恙为满足 米非泼色的态度好像是约伯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成颂的 所以,他认为大卫是他的恩人 只要大卫平安,他就一切都OK了 至于他本来一无所有 现在如果一无所有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喜巴虽然成功的取得 米非泼色的一半土地 不过他挑拨离间大卫跟米非泼色的关系 却是神所痛恨的 他在勇士里面一定会懊悔莫及 箴言里面说,耶和华所证悟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证悟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蛇,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这个喜巴是做其中的四样,洪志勒的四样 所以,他是神所证悟的 有本书叫《末日决战》 它里面有一段话说,作者到了天上,看到一些人 在天上的人,那些人过去在地上 曾经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但到天上,他居然是坐在天堂的最边边 让作者非常的惊讶 你那么伟大,怎么会坐在最边边? 他说,因为我在地上那时候,为了要做王 我做了一些事情,就那些事情让我反而不能做王 那人说,在地上看为好的,在这里就在天上看,却很不一样 在地上能使你做王的那些事 在这里常常是使你不能成为王的绊脚石 而使你在此做王的事,在地上却被视为低下,毫不起眼 所以喜巴在这件事情上头,看起来他好像是得逞了 但是到了天上,反而这件事情让他会懊悔一辈子 一辈子不知道,懊悔到永永远远 他会觉得说,他做这件事情 让他在永世里面亏损太大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心里头对喜巴很不以为然 怎么可以这样子,心里头愤愤不平 但你会觉得,你被泼射好可怜 你不用这样觉得 因为在永世里面,他们所得到的判决 是非常公义的 我们也可以肯定,喜巴会因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 他懊悔到永永远远 因为这让他可能永远沉沦 喜巴如果顺从大魏的吩咐中心服侍你被泼射 他在永世里面,会蒙神的纪念 因为坐在米非波色身上的,就是坐在大魏身上 大魏是预表基督 所以虽然喜巴,他就是好像 他后来就一辈子做米非波色的仆人 看样子好像说,我这个没有办法翻身 不是,我们今天只要顺服神 就是说他顺服大魏 顺服大魏的意思去好好服侍的话 他的每一个服侍,在永世里面都有价值 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我们为着神 我们做每一件好像看起来很卑微的事情 但是在永世里面,都有价值 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